這個問題是 來自於新南向政策 我覺得新南向政策 要整個拿掉 因為今天會出現這麼大的 因為我發表總統政見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確實是要解決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到 這麼多的弊端 是來自於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認為 這是她最主要的一個 施政的主張 所以她才延伸出 這麼多的一個問題 因為她要證明 她的新南向政策的正確 所以她要從東南亞這邊 弄了這麼多的觀光客進來 所以交通部 就必須要做業績出來 因此就花了很多錢 給東南亞的這一些人 說你到台灣來觀光 我一個人補貼你5000 所以就編預算就補貼出去了 那麼為了要從東南亞招商 要鼓勵台灣的廠商到東南亞去 所以經濟部就定了很多的辦法 說你只要到東南亞去 我就給你補貼多少錢 我給你做了什麼 教育單位也是一樣 所以你只要從東南亞那邊 招商過來 我就補貼給你 所以這些東西都為了要證明 她的所謂的新南向政策的正確性 所以她要很多的漂亮的數據 說東南亞來了多少人 東南亞來了多少的學生 到台灣來 所以她就一直花錢 一直花錢 這樣的情形 就形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漏洞 就給這一些相關的業者 或是相關的不肖的業者 看到了她中間的利潤 也可能是相關的官員 或是相關的立法委員 當然這個顏色一定是要很接近 這個蔡英文的 所屬的政黨的這一些 要很接近的 那麼我沒有說你 我是說要很接近的 因為他們這樣子 他們才能夠看到這麼多的利益 而且他們才能夠 拿到這麼多的補貼 他們本身在安排這些仲介的時候 才會有特許 因為不然的話 你很難拿到這些特許 這樣的一個情形 其實也就是出現了 台灣現在的高等教育 我們一直在強調 當時我們的高等教育的 不斷的擴張 已經到了變態的一個結果 100個高中生 我們的大學可以提供給他 107個位置 大學要倒了 可是又不讓大學倒 大學要倒了又不讓大學倒 我們看到所有的西方的國家 大學都維持在60%到65 但是我們卻維持在105 這樣的情形怎麼辦 所以他就只好造成了 大學不能倒 然後大學又為了要生存 所以他就從這新南下 裡面弄了一堆學生 中介業者就從這邊裡面 弄了這些學生裡面來打工 破壞了台灣的勞動市場 也讓台灣的顏面掃地 我覺得這個是整個癥結 都來自於新南下 你剛剛會問 我如果今天執政 不是我執政 我沒有要選 9 5執政 9 5執政 9 5執政 新南下政策拿掉 很多問題解決一大半 我很快補充一下 沒有 我想那個事件可能要澄清 我是覺得第一個 就是說這要有具體的例證 不然不要去影射說 就一定會有執政黨的立委 在後面做包庇 我覺得這是不管誰執政 你要講的話立委幫你講 這才公平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我還要補充一下就是說 不管有沒有新南下 新南下的確是一個笑話 你今天新南下是為了補足 就是說不要去大陸 可是你這個完全沒有效果 可是就套一句 韓總的話 韓市長的話 心中沒有圍牆 不是大陸而已 其實我們的確要積極的 跟東南亞的這些相關的國家 為什麼他們這邊的人才 因為這裡講的是大學生 他們做教育的就知道 大學 其實東南亞有很多 非常優秀的這些年輕人 他來台灣求學 他對台灣是有感情的 這是有雙向的作用 他可以留下來 變成我們可以用的人才 我們的企業有了他們之後 對於他們所屬的國家 我們會比較熟悉 利益良好 對 但是我們的企業可以用 因為他瞭解柬埔寨 他瞭解越南 他瞭解馬來西亞 我們的企業要去外面做生意的時候 這些人就是他的很好的一個幹部 另外如果這些人 他們要回去投資的時候 或他們再回到他們的國家 創業做什麼都好 他對台灣會是友善的 是熟悉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方向 只是說你亂做的結果 你這個政策草率 就一定會有奸商 看到漏洞 有商機 一定蹭裡擺馬 那就變成了整個四不相 整個都歪掉了 否則的話我們歡迎所有的 這些國際的學生來 讓我們更國際化 讓很多的人才進來 其實是好事 立委 我這邊 不是 秀琳 我在大學教書 我們要的是優秀的學生進來 你今天如果問我 假設我現在我在政大教書 教了二十幾年 我才不要這些外籍學生進來 不 賴教授我覺得你這個講法 品質是低 賴教授 你這個講法 就跟中國那種心態一樣 中國就是視這些國家 視東南亞國家為門儀之邦 這就是中共最可惡的地方 就是這種心態 我跟你講 馬來西亞學生 你可以去問 你不要講這種話 這就是你們這種優越感 很可惡 我跟你講 新南向固然有一些例子 沒有做成功 可是新南向這個大方向是對的 我們不能因業廢食 新南向不管是在經貿交流 農業交流 或者文化教育交流 都有很多的成果 我就講教育好了 即便有這個例子 我覺得這樣這個例子 絕對要徹查 看背後是不是有什麼不法的工廠 公司或的立委民代去介入 或者不好的學校等等 大家先別忘了 台灣現在大學的現狀 我們從三十幾所 四十所大學暴增到150所 是在國民黨賴教授 在貴黨執政下去搞的 所以不要扯這個東西 我認為教育這個交流 教育高教其實我們這方向是對的 新南向無論經貿 或者文化教育 這些方向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要對 對岸中國過度依賴 幫我們台灣多找一條新的出路 有什麼不對 而且這些教育 我跟大家報告 兩年半前開始辦的時候 當時一年就四萬一千多人 現在每年成長20% 那預估到明年 還會達到五萬八千人 時間會不會就是因為 這個人數的迷思 才會造成這些漏洞 所以就是有錯當查 這個方向是對的 因為我們促進了雙方的交流 尤其這種教育的輸出 對任何一個國家 美國會那麼強盛 教育輸出是成本最低的 而且又可以影響 又可以把你好的文化 把你這些去影響到各該國家 促進交流 所以我們的教育輸出是正確的 與其你放任 現在有幾所學校 放任他招不到聲去倒閉 政府還不是要承接 還不是要解決 我們絕對不要把東南亞國家 人家的國民視為三等國民 視為蠻夷之邦 這是不對 千萬不要那種優越的想法 我要跟你講 一機套一點路 負責一個人 散車一個人 這就是台灣存在的價值 這是台灣跟中國 被中共掌控下的中國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這就是台灣人 那就是台灣人 很高分的地方 你和香港人 來自購二